参加亲子综艺 偶遇老公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前女友 他百般讨好我儿子 还在镜头前离花带雨地表示 我有一个年少错过的人 为了他 我甘愿离婚 广大网友直呼嗑到了 谁懂啊 死去的CP忽然攻击我 还是你俩最有夫妻相 坐等纪男硕也离婚 破镜重圆YYDS 正当我准备带儿子跑路成全他俩时 影帝老公连发两条微博怒对白月光 当初嫌我穷跟我分手的是你 现在力痴情人设的也是你 乱说话 破坏别人家庭 见不见哪 求求您别和我这个有夫之夫吵作行吗 离婚是你的家事 别给我扣帽子 谁爱离谁离 反正我不离 警号既难说实力护7 警号火速冲上热搜第一 一 被全网黑的第五年 经纪人乔姐为我接下了一档亲子综艺 开拍前 我犹豫不决 我没上过综艺 不会被骂得更惨吧 而且 我不想消费儿子博出位 乔姐恨铁不成钢地敲着我脑袋 好于一个大半年没戏拍的演员 没有选择的权利 公司不放弃你就不错了 那好吧 我从善如流地拍了拍四岁的季星星的肩膀 一脸严肃地叮嘱 好大 妈这回能不能红 全靠你了 听妈妈的话是当下很火的一档亲子真人秀 已经录制了两季全网播放亮破百亿 我带季星星早早抵达了华花村 看着陆续到场的当红小花晨依依 影后周仪 还有实力歌手蔡明珠 不禁感慨 以你妈我的咖位 能跟他们同台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季星星刚过完四岁生日 自诩为小大人 他正正小西装的领结 用稚嫩的童音说 好于不许把屎尿屁挂在嘴边 我瞪他 臭小子 话音未落 一道歉影款款而来 黑长直 白裙子 手里还牵了个女孩子 越过几位重量级女嘉宾 他冲我伸出手 好姐 好久不见 我心里却只想骂娘 成静 我老公静男说的白月光前女友 他俩的CP超话叫南风过境 至今还有不少人在客 奶奶的 怪不得请我过来 原来是为了炒作 我撇撇嘴 不想理他 成静被传出夫妻不合在闹离婚 最近他又在采访时 多次表示自己有个年少的遗憾 整个微博私信 我离婚的CP粉直接翻了一倍 季星星拉拉我的衣角 小声提醒 好于 我刚刚发现那边有隐藏摄像机 卧槽 这就开始录了 导演也不提醒一下 于是我迅速收起脸上的亲密 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握住他的手用力摇晃 哎呀呀 这不是程老师吗 久仰久仰 我看过你的戏 我抄 喜欢的 成静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 脸色一僵 挤出个笑来 而在我看不见的屏幕上 弹幕疯狂滚动 卧槽 这是要搞事情啊 把这两位解凑一块了 好于也配合这么多大佬站在一起 他自己都说是走狗使韵 胡咔一个 要没有静男硕谁认识他呀 静静子好温柔 主动跟嗨打招呼 嗨笑得也太假了吧 二 要说这俩人的过往情绪 没人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那时静男硕刚出道 凭借仙侠剧师尊在上圈粉无数 成静饰演女主角 仙气飘飘的白衣仙子 无数人心中的童年白月光 两人因戏生情 恋爱大半年后宣告分手 一年之后又陆续官宣已婚 微博热搜一度居高不下 成静嫁给了他所在公司的老总 静男硕则娶了当时十八线开外的我 柯南风过境的粉丝炸了 他们不舍得攻击郑主 竟然全网人肉我 这一查可不得了 直接扒出我和静男硕是凤子成婚 领证时孩子都撒月了 本来我的长相就偏妖艳挂 饰演的角色也是一些 凶大无脑的恶毒女配 脑残粉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此后五年 随着静男硕越来越红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我被全网群巢 成了为数不多黑红至今的女明星 所幸 我这人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 比如现在 导演看人都到齐了 高声宣布 听妈妈的话三 将采用全程直播的形式 观众们可以通过平台 进行实时互动 本次录制为期十五天 大家可以去房间放下东西 稍后会下发任务 真够狗的 拍这么久了 这会儿才说 我常舒一口气 还好我聪明 表现得那么大度 弹幕一定都夸死我了吧 结果跟拍摄像过来 我看着满屏的好于 凭什么上这个节目 因为一个女人 放弃整部综艺害 妖艳见货 趁早滚出内鱼 美女无语点绘屁剧 节目组租下了一个 能家小院 我和季星星 被分到了最好的房间 别误会 我倒也没有带字进组 而是因为 季男硕在演艺圈里 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们不敢亏待他儿子 我把行李箱 摊摊在地上 猩猩乖 妈妈包里有零食 你去床上坐着吃 我来收拾衣服 早在出发前 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表现 最好能树立 贤妻良母的人设 让我的风平变好 这样等节目结束 我就能多接几部戏 不用 我的衣服已经全部叠好 放进衣柜了 季星星把他的蓝色小箱子 合上放到墙角 走过来 奶生奶气地问我 需要我帮你吗 好于 此话一出 网友们都要被季星星 故作大人的样子闷话了 竟然被一个小孩 帅了一脸 不愧是季男硕的儿子 神态语气也太像了吧 这也太懂事 体贴了吧 好于何德何能啊 我假笑 不需要 谢谢宝贝 小屁孩竟给我添乱 现在是你懂事的时候吗 你妈都快失业了 可是爸爸让我照顾好你啊 季星星板着精致的小脸 眉头微微皱起 同声清脆而稚嫩 淡幕一水的星星宝贝好可爱 啊 不就是小孩子吗 让我闺蜜也给我生一个 好于 只要你交出星星 我以后再也不黑你了 只有我注意到 或许嗨的婚姻还挺幸福的吗 唯一一条为我说话的 很快被淡幕大军淹没 三 为了制造话题 成静和他女儿就住在隔壁 我收拾完行李 正打扫房间时 他们过来串门了 成静换了身简单的白涕阔腿裤 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 他蹲下身 星星要不要吃呀 我但笑着拒绝 小孩子吃太多糖 对牙齿不好 成静笑容温和 话里却暗藏锋芒 好姐你对小孩子 不要这么苛刻吗 你看星星都不敢过来了 淡幕被他这么一击 开起了新一轮骂我 好于装什么贤妻良母呢 刚才星星叠衣服的时候 没见他搭把手 静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度善良 主动给前任的小孩送糖吃 好于见人别装了行吗 就是吃糖怎么了 好于你小时候不吃吗 也没见你的牙都烂掉啊 这时 季星星眨把两下眼睛 问我 好于可以吗 可以你个头季星星 没看出来你妈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吗 家都要被他拆散了你还吃吃吃 说出口的确实 当然可以 宝贝只要你喜欢 季星星便小跑过去 接下了那颗糖 成静摸摸他的脑袋 语气很轻腻 阿姨给了你吃的 你要说什么呀 季星星看看我 又看看他 一脸纯真的说 你自己看看一个够吗 我猛然抬起头 差点憋不住笑 不愧是你季星星 嘴上功夫和你爸有的一拼 弹幕安静了一瞬 直接懵了 我是不是听错了 星星小可爱说啥 哈哈哈哈 我要被星星宝贝笑死了 静姐是被一个小孩对了吗 成静明显一正 强撑着笑脸回答他 阿姨房间里还有 就在隔壁 星星还想要的话我就去拿 不用了 一会就要做任务了 季星星转头 迈开小短腿 哒哒的跑向我 那给你 我接过糖 笑成了一朵花 哎呀 这是成阿姨给你的 给我不太好吧 我得意的看成静一眼 故意问他 小孩摆摆手 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了 你吃吧 弹幕飘过一片 哈哈哈哈 是啊 你长大了 都四岁了呢 星星宝贝一本正经的搞笑 那我就 我刚想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算你小子实相 话到嘴边 想到我的人设 生生拐了个弯 宝贝真拐 那我就先帮你收着 成静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把女儿拉上前嘱咐到 小月亮 要向星星哥哥学习哦 做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成静不愧是你 无时无刻不再博好感 我都不用看 弹幕肯定又把它吹上天了 半小时候 全体嘉宾在院子里集合完毕 导演组宣布了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孩子们独自出发购买食材 妈妈们负责做饭 为了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 既星星和小月亮被分成一组 另外三个孩子一组 弹幕不出所料开始吃瓜 对于这个分组 我有一个字想说 六 导演看热闹 不嫌是大呀 把这俩娃放一块 可别打起来 前面的想多了吧 小孩子懂什么 何况星星宝贝那么乖 录制不过两个小时 季星星竟然拥有了第一批妈粉 哼 我好于食民嫉妒 四 超市距离很近 没过多久 就有宝贝提着蔬菜水果满在而归 可半个小时过去 季星星和小月亮却迟迟没回来 我和成静跟过去查看情况 这才知道两个小孩竟然吵起来了 妈妈 我想买这条鱼 星星哥哥不肯让给我 小月亮满脸泪痕 楚楚可怜的模样 简直和他妈妈如出一辙 季星星拽着装好的塑料袋 义愤填膺的反驳他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都要送去撑中了 他忽然和我抢 成静尝试打圆场 这有什么好争的 小月亮 你再去拿一条呀 小月亮撇着嘴 可怜巴巴的抱怨 可是只剩这一条了 我也想吃 我略一条没 这要巧 合理怀疑 不会是节目组搞事情 把鱼都藏起来了吧 弹幕里 季星星的妈妈粉 开始心疼了 星星不要让 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尖叫爬行 可是小月亮 哭得我好心疼 为什么只有一条鱼 星星别难过 来我家 我买十条给你 煎炒烹炸都整上 等持着乐鱼助人的 美好品德 我刚准备跟季星星说 咱不吃了 沉静猝不及防的行动了 他近乎粗暴的 拉过小月亮 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 我就是太惯着你了 凭什么别人要让着你 你以为你是谁 小月亮 这里不是在家 收起你的公主病 我惊了 弹幕也惊了 WOC谁不知道 静姐最宠小月亮 微博隔三差五的晒娃 宝贝的跟什么似的 据静姐圈内好友透露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儿奴 怎么舍得因为这点是 冲小月亮发脾气 卧槽卧槽 会不会是因为 星星是季男硕的儿子 静姐于心不忍 或者是爱屋及乌 好一个爱屋及乌 此话一出 弹幕瞬间炸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静姐前几天采访时 还说自己有个年少错过的人 不是季男硕还是谁 哎呀 谁懂了 死去的CP忽然攻击我 南风过境磕死我了 淡定 淡定 你们也太能扯了 说不定 成静就是想支持 小月亮的公主病呢 我站在一旁叹为观止 成静真舍得呀 咋着 真想和季男硕 再营销一部CP 小月亮不敢置信的瞪圆了眼 哭得更大声了 妈妈你竟然为了别人凶我 呜呜 眼看着一大批CP粉 被唤醒记忆 我坐不住了 星星 超市里还有别的肉类呀 我们换一种好不好 小男孩烟红的唇紧抿着 扮上吐出一句 可是你最喜欢吃鱼肉 我说呢 这孩子怎么对一条鱼这么执着 原来是记得我的喜好 我凑到寄星星耳边 说了句什么 那好吧 他突然卸了劲 把鱼递给小月亮 别哭了 给你 小月亮眨眨眼 愣愣地接过 沉静戳他的脑袋 哥哥给了你吃的 要说什么呀 谢 谢谢哥哥 无 厨房里 我对着一桌子食材犯了难 弹幕疑惑 郝鱼愣啥呢 隔壁静姐都快做好四菜一趟了 我们星星还饿着呢 你赶紧的呀 难不成 他不会做饭 不能吧 没那公主命一身公主病 我面向摄影机 长叹一口气 你们说对了 超市里 我对寄星星耳语的那句话是 让给他吧 是不是忘了你妈不会做饭 弹幕一致骂我 嗨你怎么当妈的 家常菜都不会做吗 郝鱼 要是我的星星宝贝 吃不上饭 我就对你一生黑 我无辜贪手 家里有保姆 既难说工作不忙 也会下厨 我这些年 周转在各个剧组世系 演戏 我承认 在照顾孩子方面 确实失职 家人们 你们放心 虽然不会做饭 但是我脸皮厚 弹幕狂刷问号 我露出八颗牙齿的 标准微笑 我会要饭 半小时后 桌面上一次摆放着 我问影后周姨 要来的鱼香肉丝 陈姨姨房里的辣椒炒肉 菜明珠那儿的酸辣土豆丝 当然 还有沉浸 还没要到她房间 这位姐就端着盘子跑过来 这是我简单做的几道家常菜 清蒸大炸蟹 玉米排骨汤 酸汤鱼 还有红烧肉 星星宝贝都饿坏了吧 好姐 不是我说你 作为一个妈妈 做饭是必备技能呀 真简单做的 我一把夺过来 菜我领了 心意收回吧 无所谓 我摆烂了 从我开始要饭的那一刻起 就再也不想当什么仙妻良母了 季星星看傻了 好 好鱼 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摸摸她的头 一脸慈爱 好蛋 妈砸锅麦铁 也会让你吃上热饭 弹幕都要笑疯了 神特么砸锅麦铁 好鱼你要笑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期末考吗 哈哈哈哈 什么鬼呀 这位姐是被谐星附体了吗 对她的印象 一直是冷艳大美人 没想到 是个不折不扣的沙雕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功夫 五句冲浪的网友 连表情包都做出来了 是我在厨房 对着食材发愁的截品 配文 无所谓 我会要饭 弹幕都在哈哈大笑时 我的黑粉又出来刷存在感了 不愧是心机解 节目第一天就迫不及待 用沙雕形象洗白 都别笑了 难道你们都忘了 她未婚先孕的光辉世纪了吗 你想多了吧 从早上好鱼说自己走狗屎孕 我就觉得她说话很好玩 那会是偷拍 她都不知道有摄像机 前面的 好鱼要真傻乎乎的 那能攀上寄影帝 她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昧着良心说话 我出双倍 弹幕炒得欢 我和寄星星吃得更欢 这孩子一个劲的给我夹菜 好鱼你多吃点 爸爸总说你太瘦了 需要多长点肉 我把酸汤鱼拉到跟前 加了好几口 我不会口下留情的 毕竟是拿尊严换来的 六 下午没安排任务 导演带孩子们 去熟悉村里地行了 我这才有空刷手机 一看可不得了 听妈妈的话三 开拍第一天 热搜榜上占了三个字条 锦号好于要饭 锦号高居榜首 另外两个是 锦号猩猩小棉库 锦号和锦号南风过境 我还能可锦号 没想到 不小心暴露杀雕本性后 我一口气涨了一万粉 直播间人数也翻了一倍 这样下去 喜白只日可待 应该很快就能接到戏了 正喜滋滋地翻着评论 一个电话突然弹出 我老公 红得发紫的影帝 记难说 我立马挂掉 捂住手机给他发微信 录节目呢 有事你打字说吧 我没给他备注 因为他的昵称 是好大小节的狗腿子 很好辨认 接电话 好于 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靠 我看着直播呢 你竟然无手机 我慢吞吞打字 不方便 好大小节的狗腿子 行了你 好于你很好 都会在综艺上要饭了 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 一连三个感叹号 我充分感受到了 纪南硕的愤怒 什么高棱影帝 粉丝知道他私下这么暴躁吗 我干脆不回了 返回页面继续刷微博 纪南硕安静了几秒 对不起宝宝 我不应该吼你 打字吼也不行 天杀的破综艺 竟然让我老婆吃不上饭 我 纪星星怎么回事 我明明说了 让他照顾好你 我 你够了 好大小节的狗腿子 要不咱退出吧 违约费我负责 回家老公 给你做好吃的补一补 我不由得皱眉 我们说好的 你不准干涉我的工作 纪南硕发个 委屈巴巴的狗狗表情 那好吧 对了 你离成静远一点 这个女人明显没安好心 那个南风过境 我还能磕是什么鬼啊 八成是他买的 看到我隔应 待会我就给他降下来 跟谁没钱似的 我心里暖洋洋的 回复他一个摸摸头的表情包 放心了 我能看出成静想搞事 之后都尽量避开他 七 此后几天 只要有分组活动 我就拉着纪星星 自觉的和周姨走到一起 周姨当儿子叫乐乐 是个自来熟的小家伙 倒是和季星星很合得来 星期姐营销完沙雕人设 又开始蹭热度了 好于能不能离我们周姨远点 多大脸啊上 赶着往影后跟前凑 心疼周姨 上个综艺 还要和嗨表演姐妹情深 我出耳不闻 只要孩子们出去做任务 我必跑到周姨房间唠嗑 如果需要妈妈下厨 我就厚着脸皮给周姨打下手 从而达到蹭吃蹭喝的目的 刚开始弹幕还会骂我人懒 还爱蹭热度 后来只要我踏进周姨房间 他们就自动刷屏 我看谁敢耽误我好姐要犯 笑死 只要能远离成静 被吐槽两句怎么了 万万想不到 我不犯人 人偏犯我 导演组请我过来 就是为了吵话题 我和成静相安无事 实在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于是他们整了个骚操作 听妈妈的话三 录制第五天 所有宝贝要交换妈妈 为期一天 导演倾可两声 抽签结果出来 星星和小月亮互换 我真的哭死 她明明可以强制交换 却还是搞了个假星星的抽签 我拼命朝寄星星使眼色 她便假模假式的哭闹起来 好鱼 好鱼我不要离开你 导演苦口婆心 只换一天 明天早上就换回来了 叔叔知道星星最懂事了 寄星星嚎的声音更大了 好鱼 好鱼我不要离开你 小月亮这次倒是听话 不仅没哭 还反过来安慰寄星星 寄星哥哥 你赚大了 我妈妈很会做饭的 我 无辜躺枪点句屁句 寄星星捂住耳朵 好鱼 好鱼我不要离开你 承静转从房里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大纸盒 笑意温吞 听说星星喜欢飞机模型 这是阿姨托朋友从国外买回来的 像样板哦 寄星星 好鱼 好鱼拜拜 我 弹幕的气氛顿时变得喜闻乐见 不愧是我静姐 哪年孩子真有一套 谁懂啊 静姐眼里的温柔都要溢出来了 她是真的很喜欢星星啊 之前说爱无疾无的姐妹我挺你 家人们 我已经脑补出了一部大戏 她们相逢于微末 陪着彼此走过岌岌无名 却在不甚成熟的年纪分开 多年来她从未放下 直到见到她的儿子 那张和她有着三分相似的脸 WOC前面的姐妹别走 比给你 给我写 破镜重圆什么的最好磕了 交换妈妈结束 导演组又重新分配了房子 我和成静的距离 从隔壁变成了两条街 临分开时 寄星星拉着成静的手 大声嘱咐我 好鱼 你记得好好吃饭 别总是偷偷玩手机 弹幕满屏都在笑 乐死我了 星星星想 真放心不下 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妈 这是儿子 这才是妈吧 小时候宠妈 长大了宠老婆 我为星星宝贝打靠 虽然不喜欢成静 但父母恩怨或不及孩子 而且我怀祭星星那会儿 一直渴望要个女儿 这下如愿了 送上门的一日限定女儿 我先是给小月亮 换了个活泼俏皮的发型 又找出我压箱底的蝴蝶结 给她戴上 哇哦 小月亮大变样啊 这样打扮好可爱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豪姐虽然黑料众多 但那张脸可是无可挑剔的好看 私服审美一向十分在线 姐妹们 我摊牌了 其实我最开始是豪鱼的眼粉来着 看了这个综艺又爱上了她的性格 中午 我专门去了趟超市 七七八八买了一大袋 先拿出冰淇淋 让小月亮边吃边等 我挽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 弹幕狂刷 我豪姐终于要下厨了 不容易啊不容易 哈哈 豪鱼会做什么呀 不会搞出一桌子黑暗料理吧 不至于吧 毕竟给周姐打好几天下手 豪姐加油 那边沉静说要给星星做八菜两汤补身体呢 在弹幕的鼓励下 我用尽全身力气 做出了两碗西红柿鸡蛋面 还有一大盆鱼丸汤 我端上桌 有些不好意思的冲小月亮道了个歉 那啥 跟你妈的手艺比不了 但是阿姨尽力了 宝贝别嫌弃哈 小月亮尝了一口面条 圆圆的眼睛弯成了月牙 很好吃呀 好阿姨辛苦了 我不有感到惊讶 这小月亮居然出乎意料的好相处 简直和那天哭哭啼啼的小姑娘大相径庭 吃过饭 她还主动提出帮我收拾碗筷 被我打发去卧室玩游戏了 我这边岁月静好 成静那边直接杀疯了 不是玩笑 她午饭真的给季星星做了八菜两汤 美其名曰补身体 据说成静还想喂她呢 被季星星拒绝后又盯着她吃饱了 自己才动筷子 我们这儿饭后睡午觉完手机 那边成静陪着季星摆弄她心爱的飞机模型 还为她讲解型号 配置等专业知识 网友剪辑了两边的视频 放在一起对比后得出结论 如果季星星是成静的孩子 那该过得多幸福啊 接着突然袭来一大批很像水军的网友 届是怀念那些年 我们磕过一南平的CP 于是话题渐渐演变为 如果南风过境没有避意 那该多好啊 八 如果说成静和季星星相处下来 弹幕铺天盖地都是一南平 那当晚沟火晚会上沉浸的寒泪发言 就让CP粉的呼声到达了顶峰 孩子们去完了 几个已婚妇女围坐在火堆边 话题自然离不开家庭和孩子 我们家那位 我出来录个节目都不放心呢 天天捧着手机看直播 只要儿子不小心磕着碰着 她立马一个视频电话弹出来 陈依依 九五后当红小花 她嫁给了同妻的一个男演员 结婚后女主外打拼事业 男主内照顾家庭 谁说女强男弱不能长久的 看我们依依现在多幸福 哈哈哈 姐夫带娃带习惯了 突然交给依姐 总归是不放心 弹幕里 陈依依的粉丝 争相为她说话 大家会心一笑 气氛瞬间活跃了不少 蔡明珠笑着接话 这回我可算是体会到了 带孩子的不容易 她是在场唯一一个单亲妈妈 因为忙于工作 孩子不得已交给外婆带 承静笑着打趣 是啊 要我说 带孩子可比演戏难多了 陈依依眼珠子 在我和承静身上转了一圈 我敏锐的嗅到了四个字 她想八卦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她忽然Q我 那好姐算是人生赢家了 家里有影子作证 能学到不少专业知识吧 我甘笑两声 还真没有 弹幕一副早知如此的样子 我就说吧 他们根本没有感情 也不知道 好于现在后不后悔 嫁给了一个完全不爱自己的人 后悔啥 我要是她高兴还来不及 攀上了高知 一辈子吃穿不愁 姐妹们 我弱弱的插一句 好于似乎 结婚后也没问 纪南硕要过任何资源 立刻有人反驳她 那是纪南硕觉得自己被孩子绑架了 不想帮她吧 能怪谁 都是好于自己做出来的 纪南硕近几年演的都是热血证据 逐渐转向电影市场 而我平时最喜欢追偶像剧 所以她的戏我压根没看过多少 别说学习了 刚结婚那会儿 她倒是热衷于教我演戏 不过这人没个正型 教的都是些吻戏床戏 演着演着就假戏真做了 不会吧 好姐 沉静抬眼 隔着燃烧的火堆望向我 我和南硕拍师增在上那会儿 她经常指导我呢 这部剧播出后广受好评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她教的好 啊呀 终于又从静节口中 听到了寄影帝的名字 CP粉的快乐直接拉满 这算是十个多年的售后吗 剧粉狂喜 好于你听见没 寄影帝不是不教 只是分人罢了 空气煞时安静下来 几个人心照夫宣的看看我 又看看成静 都没说话 迟钝如我 也听出了成静看似柔和的语气中 裹挟的挑衅 心头墨地窜起一簇火苗 我笑着反讽 这么多年过去了 程老师还对我老公念念不忘呢 众音在我老公三个字上 意在提醒他别太过分 弹幕激动起来 卧槽卧槽 这是要开丝了吗 节目看点这不就来了 好于脸真大 绑架加丧偶式婚姻 老公还叫得那么顺流 只有我觉得成静很差吗 毕竟两个人都已婚了耶 结了婚还能离呢 更何况 寄影帝这么多年 对嗨不闻不问 说不定早就说够他了 好姐 我想借此机会说两句心里话 需要你别介意 我冷静地挑眉 示意他继续 沉浸淡笑着 把几缕碎发别到耳后 火光映照着女人白皙的面容 信眼里盛满了温柔 还有一丝恰到好处的遗憾 镜头正好对过来 他说 年少错过的人 真的可以惦念很久 每当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时 我总会冒出一个异常强烈的念头 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是为了他 离婚又未尝不可呢 很好 不愧是童年白月光 实力派演员 措辞都这么有深度 全场寂静两秒后 弹幕炸了 热搜也炸了 九 篝火晚会不欢而散 交换妈妈的戏码还没结束 我被沉浸冠冕堂皇的一番话 恶心到了 提前带小月亮离场 路上 小女孩突然跟我道歉 好阿姨对不起 其实那天 我不是真的想吃鱼 我愣住 什么 我只是看妈妈对猩猩哥哥太好了 很嫉妒 想做些什么 原来如此 我就说这孩子其实挺乖的 我牵起她的手 没事宝贝 我会把你的歉意转达给寄星星 小月亮捶着脑袋 犹豫了一下 又问我 那我也替妈妈向你道个歉 好不好 我震惊于小姑娘的董事 莫了捏捏她的手心 这和你没关系 回到房间 我有条不紊的伺候小月亮刷牙 换衣服 上厕所 等小姑娘进入梦乡后 摄像机也关闭了 我才摸出手机刷微博 锦浩我为了她甘愿离婚锦浩的词条 直接猛冲到热搜第一 其次还有 锦浩每日一问纪南硕什么时候离婚 锦浩 锦浩南风过境没有第一锦浩 等等 我就说他俩能成 林们一缴了家人们 坐等纪南硕离婚 破镜重圆 YYDS好吧 好于见人识相点赶紧退出 就等你的纪南硕 成镜都对你公开施爱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的后台私信再次挤爆了 姐我求你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 咱还要他干嘛 离了多好 嗨你见不见哪 偷来的东西是长久不了的 不离明天就给你寄刀片 你看着办吧 不少因为我的沙雕 性格黑转粉的网友 被沉浸这么一次机 又赚回去了 而科上头的粉丝们 似乎都忘了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法律承认的 纪南硕的妻子 而沉浸的一系列行为 是明晃晃的直三当三 铃声响了 是纪南硕打来的 我亲手亲脚的走出去 滑开接听 好于 你先别看手机 轻轻敲击我的耳膜 我不惊情笑 那些话我看过既望 不会往心里去的 是不是又有人私信你离婚了 妈的 我老婆孩子热炕头 过得好好的 非有人来添堵 纪南硕滴滴骂了句脏话 一脚踹在街边的柱子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这边派人去查了 沉浸和节目组是串通好的 网上铺天盖地的营销号 都是他们买的 曾热度 炒作 带节奏 真溜啊 欺负我老婆 当我是死的吗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听你的了 你老公我亲自下场 手撕白莲花 好鱼 你听着没 咋不说话 不会是哭了吧 呜呜老婆别哭 我马上替你报仇 我清醒了几分 懒洋洋打个哈欠 啊 那头沉默几秒 啊 好鱼你像什么话 我是你老公 跟我打电话你竟然能睡着 太晚了 我有点困了 你说完没 说完就挂了吧 不行 不能挂 纪南硕低沉的嗓音染上委屈 咱都几天没打电话了 你不想我 那星星还想爸爸呢 行 明天星星回来 让他给你视频 谁要看那小子 静默片刻 纪南硕的音量忽然低下去 对不起呀 好鱼 我莫名 这又不怪你 你道歉干嘛 要不是和我结婚 你也不会被全网黑 得 又开始了 真该把这次矫情的模样 发到网上 让他的粉丝都看看 什么高棱影帝 完全不沾边吗 行 那咱离了吧 一聊百聊 我顺势接话 你敢 时 我没想到 纪南硕所谓的交给他处理 会是这么的 简单粗暴 这次直接微博 at沉静 当初想我穷 跟我分手的是你 现在力痴情人设的 也是你 乱说话 破坏别人家庭 见不见哪 CP粉还没反应过来 他又火速发了第二条 求求您别和我这个 有夫之夫炒作行吗 离婚是你的家事 别给我扣帽子 谁爱离谁离 反正我不离 犹如当头一棒 吃瓜网友都懵了 WOC 这是什么今天大反转 原来当初两人分手的原因 竟是这个 真的假的 季影帝不是被盗号吧 这个语气是真的怒了呀 脑残 CP粉出来挨打 卧槽我早就想说 其实 他和季男硕的关系 没有猜测的那么差 星星还说 爸爸让他照顾妈妈呢 看不出来 成静竟然是个拜金女 卧槽 差点忘了 他嫁的是娱乐公司老总 这是不是印证了 季影帝说的都是真的 等脑残粉来挨打了 就是说很震惊 很后悔 没想到 成静是这么个人 这不纯纯绿茶吗 两人都结婚了 还说些让人误会的话 几乎是同时 锦号季男硕实力护漆 锦号登顶热搜 词条后面有个暗红色的豹字 足见全网至震惊 季男硕发微博的频率不高 基本上是新剧宣传和广告代言 这是他第一次对人 对的还是自己前女友 已经由粉转黑 去沉浸最新一条微博底下骂了 现在从头里一遍 这位姐的所作所为 不说他随处可见的茶言茶语 但就他当众表白 别人老公这一条 就足见他不是什么好鸟 之前对他一直带着 童年白月光的滤镜 但仔细想想 他近几年根本没什么作品 上的综艺还一门心思诋毁 嗨 粉转路是我最大的温柔 没人心疼好鱼吗 要有人勾引我老公 老娘直接一个巴掌呼上去 记影帝的粉丝量多且年性高 路人员好到爆 以至于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 沉浸的口碑急转直下 也有不死心的粉丝 还在苦苦支撑 静静子才不是拜金女 纪南硕拿出证据来 空口无凭算什么男人 他只是勇敢追爱而已 某些人说绿茶甚至过分了 谁还没个年少喜欢的人呢 一堆人对他都实锤了还喜呢 你是成静的洗脚臂吧 勇敢追爱 你怎么不说他破坏别人家庭呢 要什么证据 成静嫁给了大富贫贫的娱乐老总 就是最好的证据 11 合上手机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纪南硕发来一个老婆求夸奖的表情 我给他竖大拇指 不愧是你 记影帝 好大小节的狗腿子 那是傲娇脸 老婆早点休息 你也是 这晚我睡得很不安稳 后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 噼里啪啦的雨点砸在窗户上 我是被工作人员的敲门声吵醒的 好姐 这雨下得太大 村庄地势又低 我们得连夜转移 我飞速把小月亮从床上捞起来 这才惊觉雨水已经漫到脚踝 地上的鞋子完全浸泡在水里 房间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变成了水库 迅速换上雨衣和雨鞋 我安慰小月亮 别怕宝贝 阿姨送你出去 正要出门之际 忽见一道人迎踩着鸡水急急走来 她带着满身的雨水 挤不上前 一把将小月亮拥入怀里 宝贝你有没有怎么样 吓死妈妈了 我就不该答应搞什么交换妈妈 不然也不至于这种紧急时刻不在你身边 静是沉静 身后摄像机聚焦在她脸上 被迫撤离的暴雨液 多适合表现模子情深了 导演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当工作人员敲门时 摄影机已经架好了 吓好感人啊 撇开别的不谈 静姐真的很爱小月亮啊 被沉静整怕了 这不会又是她演出来的吧 我有一个问题 沉静出来找小月亮 那星星在哪呢 心头疼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我急切地抓着沉静的胳膊 星星呢 你倒是出来了 星星在哪里 沉静愣了足足两分钟 如梦初醒般向我道歉 对不起 我太担心小月亮了 她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我怕她出事 穿上衣服就赶过来了 我闭了闭眼 没忍住吼出声 我问你星星呢 嗯 我不知道 她应该还在睡觉吧 CJ疯了吧 自己不管不顾地跑出来 把孩子一个人丢在房间 我靠好担心星星宝贝 沉静是什么品种的傻逼呀啊呀 白天不是对星星挺好的吗 又是做饭 又是买飞机模型 感情都是演的呀 额上轻轻隐隐跳动 我实在没忍住 羊手给了她一巴掌 大半夜的 如果星星出了什么事 我绝不罢休 好姐好撒 打得好啊啊呀 从此刻开始黑转粉 静姐只是爱女心气而已 好于犯不着这么霸道吧 前面的傻逼闭嘴吧 成静是救过你全家的命吗 你这么为她说话 长时间的暴雨会引发洪水懂不懂 把一个四岁小孩单独留下 初了是成静负得起责任吗 当事人被我打得偏过头去 她突然大叫起来 我已经道过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大概是真面目暴露后 网上骂她的人太多 导致这个女人一夜没睡 此刻她眼底清黑 视灵灵的头发护在脑门上 整个人风度尽湿 我没回答 拿上手电筒匆匆出门 季星星 要等着我呀 好于来救你了 十二 女士很大 丝毫没有减小的趋势 我眼睛都睁不开 伸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 因为焦急摔了好几跤 摄影师任劳任怨的跟在我身后 弹幕疯狂刷屏 对不起好姐 之前是我声音大了点 你是个好母亲 呜呜呜 泪目了姐妹们 想起来小时候半夜发烧 妈妈背着我去看病 也是这样皱着眉 只有我的关注点这么奇怪吗 好姐即使纯素颜摔得满身狼狈 也掩盖不住她的美呀 终于到了成静和季星星的住处 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猛地推开门 屋里没开灯 黑漆漆的 季星星 没人回答 季星星你在吗 回答我 我终于找到了电灯开关 纵然的明亮 使我不适的眯起眼 环视一圈 我一把掀起床上的被子 嗓音发颤 你在哪 别吓我呀 空无一人 我终于慌了 忍不住抓住摄像师的手 别拍了好吗 别拍了 我儿子丢了 我儿子都丢了 他却只是将镜头拉近 给了我一个特写 不好意思啊 好姐 我也是听从导演的指示 我冷笑出声 你们还真是 为了收视率 为了炒作 不择手段 我徒劳地冲到屋外 水这么深 猩猩才四岁 被冲走了怎么办 报警啊 我要求停止录制 我要求报警 弹幕见词 都骂疯了 满屏的违规词 卧槽 这都快出人命了 还录呢 傻逼导演 想活想疯了 摄像有病吧 都这会儿了 快帮忙找孩子吧 急死我了 猩猩宝贝那么可爱 千万不要有事啊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打算沿路再找找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喊 好鱼 我在这儿呢 小男孩不知何时 出现在门槛处 身后跟着两个女生 看样子 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好姐 接到转移通知 我们就来寄猩猩了 放心吧 小家伙好好的 我冲过去 紧紧抱住寄猩猩 她告诉我 其实她就在不远处 早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是工作人员不让她出现的 我心下了然 为了节目效果吗 这种套路我听过见过不少 但是他们拿孩子开玩笑 作为一个母亲 我绝对忍不了 但我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在第二天雨停后 默默收拾好行李 准备走人 天色刚蒙蒙亮 直播还没开始 我牵着寄猩猩的手 敲开了导演的门 王导 来跟您说一声 我们不录了 王导还没清醒 头发翘起一缕 显得分外滑稽 郝姐你说笑了 离结束还有一个星期呢 再说我们合作的 不是挺好的吗 昨晚你冒着大雨 找星星的视频 在网上都传疯了 微博涨了不少粉吧 我尽量让自己 显得不那么失态 导演 我也是在这个圈子里工作的 我始终觉得 热度和名气固然重要 但赚钱也要有底线 王导陪着笑脸 哎呀 郝姐你这话就严重了 你要是为昨晚生气 那不是都没事吗 而且综艺有剧本 很正常啊 恐怕不止吧 我面无表情 从开拍以来 你就跟成静串通好了 要借着我炒热度 昨天纪南硕发微博 对了成静之后 你眼看着他 没了利用价值 又把主意打到了 我和季星星身上 王导 我不计较 不代表我傻 男人彻底笑不出来了 这 这你都是听谁说的 完全没有依据吗 季星星双手暴毙 皱着没谴责他 王叔叔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知道 郝云以为我丢了 有多着急吗 严禁于此 王导 我们拉着箱子欲走 王导口不择言地大喊 好与你赶走 违约金多少钱 你知道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已经半年没戏拍了 你赔得起吗 季星星冲他吐口水 我爸爸有的是钱 不用你这个坏叔叔担心 我对他微笑 违约金 王导 您欺骗嘉宾 还在网上大量散布不识信息 死害我和我老公的名誉权 我们法庭上见吧 十四 纪南硕开车来接我 肩宽腿长的男人 戴着黑色口罩和墨镜 远远地冲我挥手 季星星飞奔过去 爸爸 却被男人一手扒拉开 这么大人了 还念爸爸不知羞 随后 纪南硕迈开长腿走向我 结结实实地把我搂在怀里 老婆 想死你了 呜呜 季星星愤愤不平 这么大人了 还念老婆不知羞 一路上 纪南硕骂声不断 老婆真的要气死了 你知不知道 昨天我看到热搜 差点心机梗塞 分手这么多年了 还阴魂不散 我被他可爱的样子逗笑 实名表扬纪南硕同学 两条微博发得大快人心 等红绿灯的间隙 纪南硕弯腰凑过来 啄了下我的嘴角 怎么表扬 棱角分明的脸庞 近在咫尺 他嗓音略微沙哑 听在耳朵里性感的要命 我脸颊发烫 伸手去推他 孩子在这呢 纪南硕一本正经道 他看不见 后座 纪星星肉乎乎的小手捂着眼睛 指缝里露出一双眼睛 没错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我轻渴两声 结结巴巴道 绿 绿灯了 还不走吗 纪南硕就笑 眼尾上挑 那张脸好看得不像话 结婚都五年了 怎么还这么容易脸红 瞬间觉得脸更烫了 纪南硕请了两天假在家 陪我和纪星星 中午窝在沙发上刷手机 才发现 热搜上出现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词条 警号好男夫妇警号 今早纪南硕来接我 被狗仔拍到并曝光 一众网友竟然在嗑我俩 卧槽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两个人这么般配啊 别的不说 光颜值就配一点好吧 进地推开星星去抱好鱼 我真的要磕死了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MD近南硕的眼神 谁懂啊 和我男朋友看 我的眼神一模一样 礼貌问下男风过境 CP粉脸疼不疼 而且好鱼在他怀里 给人的感觉就是 小小一只超可爱的 没人注意到 女孩子的耳朵红透了吗 他们激烈的讨论着 我随手刷新页面 不禁瞪大了眼 警号谁说搞笑 女没有爱情警号 这是什么鬼 我点进去 原来是有UP主 剪辑了我在听妈妈的话 三里的沙雕操作 拼接上纪南硕 接我回家的视频 再配上氛围感BGM 网友们直接笑拉了 笑发财了 我们好姐明明是妖艳大美人 搞笑女别来沾边 手动狗头 好姐在综艺上要饭 我能记一辈子 绝对是我见过 最特别的女明星 我知道了 原来和季影帝 结婚的秘诀是勇敢要饭 好了 下一个嫁给男神的就是我 季南硕 你给我过来 男人带着粉嫩的围裙 在厨房忙碌 文言探出脑袋 老婆有事尽管吩咐 我气哼哼的 怎么会那么巧被狗仔拍到 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故意的 且不说我们约在一条偏僻的小巷 即使真的遇到狗仔 季南硕也有能力把消息拦下来 哎呀被发现了 始作俑者一脸理所当然 视频是我默许的 热搜也是我买的 咋地 自己磕自己 CP犯法呀 我有些气恼 我是不是说过 不准干涉我的工作 没干涉啊 你该拍戏拍戏 不影响的 季南硕放下锅铲 漆黑的毛子染上余月 喂 你不会是 害羞了吧 好吧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我出道以来 谨言慎行 从来没传过绯闻 更没吵过CP 突然成为人群议论的焦点 还真是不太习惯 这可把季影对得意坏了 他干脆关了火过来抱我 他附到我耳边 再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 好男夫妇的CP抄话 是我用小号建起来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 捏住他的脸 用力揉捏 说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真不知道的 季南硕修长的手指 轻轻揉着我的腰 毛色渐渐加深 去楼上卧室 我慢慢说给你听 我试图反抗 心醒 下一瞬 季南硕直接将我打横抱起 那个碍事的小家伙 我送他去邻居家完了 那那那也不行 先吃饭 季南硕耐心告庆 柔软的唇强势 而温柔的堵上我的嘴 先吃你 十五 没过多久我就进组了 是周仪介绍的一部戏 也是我这么多年 为数不多接到的大女主剧本 仙侠剧 我演一正一邪的女魔头 红衣红唇高马尾 造型简直是长在了我的心巴上 还记得在周仪那蹭饭的时候 闲聊起来 我总是抱怨接不到适合的剧本 次数多了 周仪放下筷子 抬眼笑道 好于 我充分怀疑 你不只想蹭饭 还想蹭戏 我坐近一些 晃着她的胳膊撒娇 哎呀周杰 咱算是朋友吧 朋友 有难你不得帮一帮 周仪顺势握住我的手 我看过你的剧 虽然都是些不讨喜的恶毒女配 但能看出身后的表演功底 你缺的只是一个好剧本 我会帮你的 好于 啊周杰我爱你 要不是两个孩子还在桌上 我几乎要激动的跳起来 女人一双凤眼里都是欣赏的笑意 说实话 好于 我很佩服你 啊 姐你可拉倒吧 我就一胡卡 我佩服你 明明身后傍着棵大树 竟然还能这么坚定的只靠自己 我一震 随即笑开 那倒也不是 你看我这不是来找您帮忙了吗 周仪拍拍我的手 眉眼间是岁月沉淀的温柔 其实有时候 不用那么死心眼 你们是一家人 他的不就是你的吗 我笑着答应 姐说的是 某天 纪南硕和星星来探班 同时带来了一个文件家 王导做的一切 包括雇佣水军 私下和嘉宾串通黑你 侵犯我和你的名誉权 证据都在里面了 他发泄式的 揉乱我额前碎发 知道你不喜欢我插手 所以我把资料都收集好了 由你来给他发律师函 我简直感动到无以复加 顾不上星星还在旁边 抱住他的脖子猛亲一口 谢谢老公 考虑得真周到 可 这么多人呢 纪南硕压低声音 回家使近亲 16 我正式宣布 退出听妈妈的话3的录制 并起诉其导演王宗华 纪南硕第一时间转发我的微博 配文 我老婆可不是好欺负的 我和成静在综艺上的表现 网友们有目共睹 毕竟发出 他们纷纷为我鸣不平 吵着要一个说法 如今好男夫妇 CP超话已经很壮大了 十分擅长夹缝中找糖吃 看吧我就说 还是真夫妻最好客 纪南硕连发两条微博 回对成静时 所有的偶像剧都弱爆了 下次欺负我们好姐之前 先问问寄影帝答不答应 纪南硕的老婆粉则大喊 请把那个高冷的寄影帝还给我 王宗华本就理亏 且纪南硕在圈子里的地位 举足轻重 没人敢公然招惹他 所以他没撑多久就败下阵来 先是用私人号发博向我道歉 又用听妈妈的话三观博转发 他承诺立刻处理掉那些水军营销号 不仅不要我的违约费 还会按照标准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言辞之诚恳 感情之真挚 和那天威胁我的中年男人判若两人 十七 一晃半年过去 我主演的电视剧《清静天下》顺利播出 而我也如周一预料的那样 真真切切的活了 从剧情到演员 清静天下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剧粉被我饰演的女主角迷得神魂颠倒 我的微博一夜之间涨粉百万 有老粉做了个我出道以来 饰演的所有角色的混减视频 从跑龙套到恶毒女配专业户 再到如今的一番大女主 时间再变 剧情再变 唯一不变的是我认真对待每个角色 从未懈怠 甚至有我俩的CP粉格空喊话技难说 你小子是会娶老婆的 得到我们豪姐你就偷着乐吧 每当我为豪姐一年早婚而哭泣时 都忍不住感慨 季男硕便宜你小子了 又是为豪姐神颜倾倒的一天 豪姐娶我吧 我甘愿做小 五年前我刚结婚被报为婚生子 继而全往黑的那个晚上 绝对想不到五年后的 我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彼时我和季男硕甚至不是很熟 他向我道歉 安抚我说 这几天别上网 交给我处理 我抬起朦胧的泪眼 拒绝的话语却是异常坚定 不用 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你准备怎么解释 我俩的出狱实在算不上美好 因为一个女恩号 我陪着制片方喝到烂醉 这部戏的导演对我心怀不轨 竟在酒里下了东西 我踉呛着从他的房间逃出来 迎面撞上季男硕正要出门 于是乎 我神志不清的对他霸王硬上弓 却不想 只是一晚便有了孩子 彼时我甚至拿不出打胎的钱 只能再次找上季男硕 他只是愣了下 淡淡的对我说 我们结婚吧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一个词 叫先婚后爱 用它来形容我和季男硕 再合适不过 如今再往回看 财经觉我们已经相伴走了许久 18 我凭借亲近天下 被提名最佳女主角时 季男硕正在海外拍戏 无法陪我参加颁奖仪式 结果公布意料之中的 并一位前辈演员荣获此奖 我毕竟资历上前 亲近天下也只是一部仙侠偶像剧 同台竞争的都是写实主题大IP 我能被提名已经倍感荣幸 一是落下帷幕 有人自身后喊我 好姐 等一等 静是沉静 听说她被全网骂了半年后 还是选择了离婚 现在边带娃边工作 或许是被骂醒了 她不再执着于吵CP蹭热度 转型做了编剧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当初我前夫威胁我离婚 就断了我所有资源 你知道的 自从结婚后 我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此时此刻 这个女人已经能坦然地提起 自己失败的婚姻 我迫切地想摆脱家暴的丈夫 又急需热度 能让我再度翻红 碰巧王宗华导演 邀请我参加那档综艺 我们一拍即合 真的很抱歉 我淡淡勾纯 我接受你的道歉 毕竟自从纪南硕 公开与她对立之后 承静黄了好几个代言 口碑一落千丈 我想 她做编剧的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根本接不到戏 承静拢了拢头发 叹了口气 我算是深刻地意识到了 靠男人不如靠自己 咱俩算是两个极端 活生生的例子 总之 真的很抱歉 十九 回去的路上 纪南硕打来电话 他绝口不提我落选的事 只说他后天回国 回来给我做好吃的 纪南硕 我突然叫他的名字 有件事 我一直想不明白 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一无所有 你就不后悔 那边滴滴笑了声 漆黑的夜里 他的嗓音顺着电流传来 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要争取了成静 那才是后悔一辈子 他说 我眼珠子转了转 故意给他挖坑 你不是总嫌我太独立 不够依赖你吗 是啊 纪南硕轻叹一声 但人就是这么矛盾 我既想要你每时每刻粘着我 又控制不住的 被独立的你所吸引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你就成了我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仿佛剩下咬下一口冰淇淋 我心里甜丝丝的 嘴角不自觉翘起 我提醒纪南硕 还有星星呢 他也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拉倒吧 男人回答的毫不留情 这小子就是个电灯泡 没等我笑出声 他又黏糊糊的撒娇 好想早点认识你呀老婆 好想你呀老婆 想我就早点回家给我做饭 这人撒起娇来就没完 我一边笑着回应他 一边拿起另一部手机 翻看热点 纪南硕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最佳女主角 佩图是他的笔心自拍 眉眼深邃 帅到爆炸 发布于半小时前 获奖结果公布时 晚安